物理科学实验室提供了电力、电路、电流、电池炮等近代物理实验相关器材 学生可以透过实作学习了解物理知识以及仪器的操作 培养对科学的好奇心与认真的实验态度 有趣 会看到电的对磁场的一些变化 会看到天秤有一些作动 会比较直观的有反应 我们现在这些设备基本上也都是最新的设备 这些设备可以有效的支援我们很多的基础的物理实验 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电子电路跟光电半导体的相关的基础实验 那这些基础实验其实就是一直支持我们的经营策略 我们就是要专业分组、强化实物训练 到这个补物物理科学实验其实就是我们一年级的必修项目 戴大学与德国试图致引领学生结合理论与实物 每年持续益注经费 建制特色实验室与多元学习场域 帮助学生强化实作能力与就业竞争力 戴大学非常强调学生的实作能力 我们每年在教育部的补助款、学校的配合款 我们每年投入了很多的经费在建制学生的实作场域 那强调做中学、打造学生的就业能力 因此每年我们在学生的获奖处 在这个市立大学的表现都是前几年的 那本次我们今年投入的有这个普务的实验室 它是这个工程领域的大一的基础课程 对这个基底的打造非常的重要 这次电机器新完成的物理科学实验室 在工程领域的基础学科导入创意思维 提供讨论师的实验空间提升同学学习成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